师父好 我代表贵州公修组 向师父提问两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师父常告诫我们 要学麦穗 果实越丰硕 头越低 要学大海 把自己放得越低 心胸越宽阔 要把自己看得淡一点的 请问师父 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对境 心生狭隘的贪嗔痴念时 可以怎样立刻转到 无我广大的心念上来 请师父慈悲开示 多练习 师父经常有时候 对弟子特别严格 我有意的就是当了很多的面 我讲你不好 讲了你不好 你马上就说 我改 过一会就忘记了 马上转换心态 经常这么练练练练练 练到后来 马上一碰到 马上就转换了 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要常练习 就转的就快了 马上就转过来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我先来说 我先来说 感谢观看